哈囉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資深堂的時尚社會底妝還有唇膏系列 我以前是對他們的保養品非常著迷 還有這一支我之前在國外買的 這一支應該很多人知道吧 它是他們家很有名的上指底妝刷 我還蠻常用它來刷一些小地方這邊很方便 像眼睛下面啊什麼的 所以今天 好興奮喔 我要來開箱試用看看他們的底妝還有唇膏了 首先你看他們的紅色包裝就整個非常有質感 這一次他們也新出了氣墊粉餅喔 第一個要來拆它的這個是 時尚社會上職長效精華粉蜜 它的包裝很有質感 是一個三角錐的感覺 然後是霧面的玻璃管 這一罐我看網路上蠻多人評論它 然後都說非常好用 因為它的質地是像精華液的感覺 你看 擦在手上非常的輕盈 它有一個蠻日系保養品的味道 哇推起來好奶油喔 很光滑的感覺 保濕力看得出來非常的好 因為它是精華液 好美喔 有點像我VDL那一支耶 就是它有一個水感的光澤 它乾掉之後是一種半霧面的妝感 而且遮瑕力蠻好的 你看我的那個青筋被遮的蠻多的 那我現在直接拆另外一罐 這個是他們的長效輕裸粉蜜 然後它的包裝是亮面的玻璃管 擠在另外一隻手給你們看 輕裸的意思應該就是它會比較自然一點點 現在來比較一下兩邊 看得出差別嗎 這兩個是不同的妝感耶 像它就是會比較半霧面 然後遮瑕力好很多 你看它整個手都變白了 然後青裸粉蜜呢 它其實有微微的修飾你的膚色 但是整體還是自然的 然後它有一個很漂亮的光 我覺得這兩罐的表現都超好 他們的妝感都很細緻 然後又很漂亮 就是有一種絲絨質感 那種很高級的感覺 可能專櫃粉蜜就是真的不一樣 下一個要開箱的是 很期待 我很期待這個耶 他們新出的氣墊粉餅 每個牌都要出氣墊粉餅 這一次資生堂也出了 然後它的盒子是很漂亮的一個 是茶花嗎 就是他們的一個logo的那個花 它的外殼是黑色的塑膠殼 打開看裡面 哇 是黑色的耶 然後這邊有一個他們的花的logo 然後氣墊本身是白色 然後打開看看 有一層花的薄膜 哇 試用看看這個氣墊粉餅如何 它滿均勻的粘在這個氣墊上面 然後這個氣墊也非常的軟Q 很好沾粉底 那我現在來上這半邊的臉給你們看 我這邊有很重的黑眼圈 看看它能不能把它遮掉 哇 它有一個很香的味道耶 哇 欸 我一拍 它的遮瑕力很好耶 我還以為它是走自然路線的 它像去冰冰涼涼涼的 而且它一拍就貼近肌膚了 半邊臉完成 天啊 我必須要說這個氣墊粉餅非常的驚為天人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水潤 你看我臉好像吸滿水一樣 所以我覺得你要選的話可以 看你想要怎樣的妝感 像這個就是半霧面 然後有遮瑕 然後輕落粉底的話 它就是非常保濕 它有加那個摩洛哥油在裡面 所以勒 就是非常非常的亮 我覺得氣墊粉餅就是綜合這兩個的特色 就是它有水潤的光澤 還有一些遮瑕 接下來要開箱的是這兩支口紅 超期待的 它們新系列叫做魔力紅唇膏 總共有16支 然後都是紅色系的 所以勒 如果你想要找一支適合自己的紅唇 我覺得這裡面一定會有一支是適合你的 這一次我試用了兩個顏色 一支是RD501這一支 它是這一次這個系列的主打色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美的正紅色 哇 你看 我這邊有刻一個Shiseido的紫 哇 這個紅勒就是非常正紅的那種 然後它稍微帶一點光澤 畫上去也非常好畫 下一個我要試用的是RD504 看它的顏色非常的紫紅 看看畫在手上如何 哇 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葡萄紫色 那我今天要示範的妝容是一個非常日常的清新好感妝 就來用今天資深堂的產品 首先底妝我這次選擇的是它的精華粉蜜 這個呢又叫做搖搖水粉蜜 因為它在用之前要先這樣搖一搖 因為現在就是夏天我開始會有點出油 所以咧這個半霧面就比較適合我 然後又可以遮掉一些我的小痘疤跟黑眼圈 先把它布滿全臉 我會先這樣子把它壓 然後再推 這樣子遮瑕力會比較好 欸 我的痘疤被遮掉了 現在底妝上完了 然後已經非常有氣色 我就會用這支501正紅色 稍微的點在嘴唇中間 其實正紅色的唇 你如果只是點在內部 它也可以變成非常漂亮的咬唇妝 而且不會很嚇人 就是很正紅那樣子 最後我只有刷個睫毛 就完成了今天的妝 非常的簡單 然後出門的時候咧 就可以隨身攜帶這個氣墊粉餅 有時候有點出油 直接這樣壓一壓補妝很方便 因為這樣子就完成了今天的妝容 還有我的資深堂開箱 如果大家想要試用看看他們的產品 記得他們是資深堂國際軌的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開箱 還有妝容教學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